字幕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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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G-CHAIN ULTRA EDIFIER 耳機 都介紹過幾款 最近又收到代理寄來一款 外形與AirPods Pro 相似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就是我手上的 EDIFIER TWS 300MB 別說太多了 立即開箱看看包裝裏有甚麼 包裝後 有說明書 耳膠 耳膠 因為膠袋帶著完全密封 非常衛生 一條USB Type-C 充電線 一個收納袋 這個收納袋 充電頭有溶面 另外充電盒和耳機一對 來的時候耳機已經藏在充電盒上 包裝內容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 包裝內容已經看過了 一起來看看充電盒和耳機 先看看充電盒 整個是白色 長方形扁扁的 握手都OK 採用了拋光的設計 正面這裏有Edit Fire Logo 上一點有LED燈 後面這裏有一個按鈕 這按鈕 用來做手持配對和解決耳機 底部有USB Type-C 充電口 揭曉方面 亦是符合要求 打開後不會掉下來 這個都OK 另外有磁吸設計 充電口一打開 耳機馬上會跟手機進行連線 這是一個方便的設計 另外中間亦有磁吸安排 耳機放進去 便馬上會鎖住 進行充電 充電盒大致上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看看耳機 耳機整顆看起來 真的很像這個Airport 抖型腔體 以及短短耳柄 柄位也有Edit Fire Logo 另外道館方面不算很長 短短的 配合柔軟耳膠 戴上時都頗舒服 整顆都可以藏在耳朵裡 戴得來沒有太大壓力 配戴感算是OK的 TWS-300MB 有一個ANC 主動降噪 而且今次採用到Hybrid ANC 是一個混合式主動降噪技術 透過入面和外面的收音咪 可以在更寬闊的頻率範圍內 可以做到抑壓噪音 令到降噪效果更加理想 官方提到 最高可以做到-38dB深度的降噪 而我自己實際有試用過 效果真是不錯 大部份持續性的低頻、風聲、交通工具 運行時的聲音都可以隔得到 還可以隔得很徹底 但要留意一件事 穿上時會出現一種 紋著耳朵、封著耳朵的感覺 不過這個問題可以透過不同的模式 去調校 之後會在影片後段跟大家講解 另外耳機也是用到Touch Control 的控制 稍後會跟大家講解操作方法 講到規格方面 藍牙版本是5.0 單元用到8mm高分子複合震膜 Audio Coded 支援SBC 和 AAC 達到IPX54 防塵、防水等級 連塵都可以防埋 都是不錯的耳機 續航力方面 在Long Mode Mode 情況下 耳機單止充滿電可以用到5小時 充電盒可以補充15小時的電量 如果開了ANC 耳機可以用到4小時 充電盒可以補充15小時的電量 而且耳機支援快速充電 只需充電10分鐘便可以用到1小時 講到操控方法 耳機是操控Touch Control 設計 整個耳機這個位置都是一個觸控面板 所以基本上你觸碰哪裏都會有反應 簡單講一講 右邊耳機碰兩下用Play和Pause 碰三下是下一首歌 左邊耳機碰兩下是模式切換 分別是Long Mode Mode、ANC 和Ambuds Mode 另外碰三下是反而上一首歌 講一講 ANC 的感覺 耳機的確打開著便有摩著耳朵感覺 所以我實 STEM 比較喜歡琴選擇用 що Лong Mode Long Mode の效果不容 ANC 很差 雖然降噪開完就差一點點 但是會令大多耳朵解到其中的壓迫感 舒服了多 平時我參考使用Long Mode 比較多 Exercise打itos 如果聽電話,用她如何控制 科目電話如果問世 hin実 兩邊耳機都可以控制 按两下便接听,再按两下便可收线 整个操作简单及直觉 用多些便会习惯 官方有提供手机apps 下降后连续线可进入这个界面 一进来即可见到TWS300MB 左右耳机的电量都可见到 和大家谈谈,耳机可以独立使用 任何一边放下一个充电器 另一只便会做着耳机 所以会显示两边耳机的不同电量 中间亦可选择Loyce Cancellation Embian Sound Embian Sound可以控制环境声压度 喜欢听多些或推更多 如果不喜欢,可以选择更多 上面亦可选择设定 按进去后便会多些东西可以选择 首先有User Menu 然后用来关键耳机 另外这里可以选择内部人声 大小声 很有心思,连这个都可以控制得到 另外,亦是支援App Gaming Mode 按进去后便可选择Gaming Mode 打游戏时便会有用 旁边有Tab Sensitive 可以控制Touch Control的灵敏度 旁边有Disconnect Bluetooth Repair 和Factory Setting Apps 大致上就是这样 来到大家最关心的听感部分 Edifier TW300MB 本身的输出都挺大力的 不需要开到很大声 如果从室内来听的话 大约三分一度 我便觉得很足够 而声底方面大致上是怎样呢 偏暖,但密度不会太高 都算是挺通透的一款耳机 音场和空间感都挺适中 人声靠前,清爽又舒服 低频方面真是挺有惊喜 有劲有力,充激感相当明显 下潜和弹性都挺不错 尤其听一些欧美的流行曲 听起来是挺容易令人投入 整个音色表现都相当讨好耳朵 口味就算是大众花 同大家说,如果用了Long Mode Mode 听歌的话 声音会比ANC Mode更清爽自然 低频就没那么死实 所以我平时比较喜欢用Long Mode Mode 听歌 已经拥有超低延迟的技术 看片可以显画同步 开着Gaming Mode 打机的话 更可百发百中 连线方面,暂时去到人多的地方 灯口位甚至乘搭车都未出现断线的情况 连线稳定度算是挺满意 通话质素 已经采用到AI通话降噪 将人声和环境声可以分开 可以很清晰地收取人声 令通话时,对方会听得更清楚 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立刻给大家看看 现在进行过去Satara 戴着Edifier TWS-38MB 试示法 本身 说明是有两个ANC 主动降噪 是一个混合式 现在直接和大家谈谈 到外面试试效果 其实是有很多汽车 可以走来走去 是否真的可以选择这些汽车 主要是这些汽车 主要是这些汽车 本身带来都可以的 有视频 价格因为它也有很多汽车 它也有很多汽车 OK 好了,就和大家试试吧 说了几句吧 不知大家的效果是怎样的 让我先测试一下 来到最后总结的部分 今次Edifier TWS-38MB 耳机外形的设计相当时尚 整对AirPod Pro一样 尺寸不会太大 带上耳朵也算是挺好看的 音质足够大众化 尤其是低频真的给了我一个惊喜 另外还有Hybrid ANC 主动降噪 AI 通话降噪 超低延迟的技术 所有功能都可以满足我日常听歌、打机 绝对是卓卓有余的 耳机售价不用500元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出店铺试试 今次的耳机开箱评测就到此处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 有请大家留言 未订阅的影片 希望您可以订阅 下支影片再说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